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吸毒者就当处以极刑 1936年12月3日 宋哲元又下令免除劳役 并释放北平戒毒所的吸毒者 给予最后改过机会 1937年1月1日起陆续有吸毒者被枪毙 整个平津地区贩毒和吸毒的人数几乎瞬间的大幅下降 毒品犯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但好景不长在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本侵略者开始肆意利用毒品涂害和搜刮中国百姓 这段影像记录了1937年2月2日 北平政府下令枪决涉毒犯罪的跟拍记录 为防部分镜头引起不适 已做了删减处理 在此郑重警示 远离毒品 真爱生命 天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今日头条 观看更多探影局档案